今天要分享的理俗語叫做 會生的小孩心 不會生的小孩心 第一句是心 身體的心 就不能閉嘴 第二句叫做心 你就要閉嘴 會心跟心 要發音要清楚 會生的小孩心 就是我們背部把我們心出來 就是一個形態 就是生的小孩 但是你不會生的小孩心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你一定有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循環 即使是他遺傳了你的基因 但是他的想法 跟他的所見所聞 跟你完全不一樣 他當然就有自己的主見 所以我們做背部的時 不要一定要小孩 照你的指揮去做 你當然你是為了小孩好 你會認為說 我就走過冤枉路 你就不要重蹈覆測 但是現在的小孩就是 比較有想法 你讓他去闖闖看 我們跟在後面就好 看著他就好 搞不好他會發揮的 比我們做父母的更好 對不對 所以會生的小孩心 不會生的小孩心 就是這個原因 我真的給你一點 我真的給你一點 你就不會說 還給你一點 我真的給你一點 quanto那麼好 你給你一點 你還是不要